終點就是下一個起點 要參加下一屆 沒有 我都直接做了 沒有 所以你們就知道可以做 再一個專頁參加幾天 所以說參加下一屆 往後呢 再繼續給天中來 實在的辦法 運動賽事跟環環 在我們縣府的長期的指導及穩定之下 讓我們的運動賽事 不管是在頑體或硬體 尤其是在硬體 我們承軟處這邊 周邊的這一些景觀的改善設施 或者是我們運動場域的提升 這個都靠我們縣政府們 長期的投入及支持 在宣傳的部分 我們也非常謝謝縣府 在馬拉松交年法 讓打造彰化縣 從平方法開始 是一個友善的賽事之外 也讓彰化縣成為一個 最歡迎大家來保護的縣市 這個是在台灣 講到馬拉松 大家都會很羨慕彰化的 都很羨慕彰化的主辦單位 就是長期以來我們縣政府 我們舉手 對我們的支持及鼓勵 那第二個 我們要特別的謝謝我們的黃老師 以及我們琴華的團隊 長期以來他就十分的關注我們 天風馬拉松 我們要在這個學術的基礎上 用比較科學系統化的指導研究 讓我們在未來可以有一個更有效力 有效率 能夠達到我們未來跟天風馬 可以達到的目標 或是長期限 可以去你某一個方向 那更感謝今天很多也到來的 你的朋友 天氣這麼冷 來到我們原室牧場 來專心鼓勵 我們的這一個成果發表 以及天風馬 那更重要的 我要藉這個機會 可以向所有的田中的鄉親 及天風馬的團隊致意 我們有高達八星位的志工 沒有你們 天風馬不會辦得好 因為有你 天風馬才會成功 那第二個 要向我們所有 關心天風馬的這個 合作廠商 在地企業等等 長期以來不離不棄 不管這個疫情多嚴重 都是總幹事一句話 該怎麼做 我們從頭提到 就是在過去這一年裡面 讓我們覺得最波心的 我想一個賽事的成功 其實它的邏輯很簡單 其實我們就是 越在地越有激化 這些更經濟更次於 我們對家鄉的熱愛 這幾年下來 過去我們在做觀光 彰化傳統的 這是兩個 一個鹿港 一個天風 一個是文化的 一個是我們的畫味 這幾年創作一個田中馬 而且田中馬是秒殺的 大家聽到就是秒殺的 所以這個活動 雖然一直以來 我們縣舞裡面 其賽事都在我們教育局這邊 可是經過我們這個田中馬之後 整個彰化線的馬拉松 變成一個家裡的馬 我們都知道 這個田中馬 應該是號稱最有人情味 而且是最難報名的 一場馬拉松的一個盛事 那他最主要就是 我們很謝謝我們的總幹事 他是凝聚我們的一個社區的一個意識 然後能夠來帶動 我們產業發展的一個面向 那這個報名幾乎都是秒殺的 棒球 哨棒都很多 那我想整個在彰化地區 我想現在透過 好 主要靠這樣過去也就 çev絆路 奏棒 Porque